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哦 就是露出了它原本的那种建筑的结构 全球的那种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它是 嗯 夏拙说得很好 哦 联合国是哪一年正式成立的 四五 也叫做联合国日 联合国一共有多少个会员国 四五年的时候当时是有五十一个国家 五十一个会员国的会员国的国旗 我已经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国旗了 来 请 这样 这一眼就看到了 我知道 先生你是有一些外语在身上的 所以说 这句话它表示了什么 我们去对待别人 然后别人怎么会去反馈议 中国语言就所谓叫做 己所不欲 或是语言 这种复画面里面 突出的是一种尊重和尊严 这是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一件国礼 是在2015年的时候 为了庆祝联合国 第四年的时候 是由中国政府送给联合国的 哇 1974年 好久 醒目的标准 对 我的万里长城 念国里都看到了 对 不过话说回来 生生这次来的可真是感巧 那就留一点遗憾给下一次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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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周深在联合国中文日这一天 在联合国总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一天 他们参观了联合国总部 并有机会亲眼目睹了中国给联合国的三个珍贵礼物 这一系列的参观活动不仅让周深深有感触 也让我们这些听众跟随他的脚步 深入了解了联合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 通过这次旅行 我们不仅增长了见识 也对周深的国际影响力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联合国总部 周深和工作人员一同参观了联合国大会厅 并聆听了联合国官员的演讲 他提到 联合国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权和性别平等 以及保护环境等重要议题 周深对联合国官员的演讲深感敬佩 并表示愿意为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观结束后 周深还遇到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 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理解 让他深受感动 他相信 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 消除误解 共同构建一个美好的世界 4月19日是中国的古语节气 古语寄托了中国人期盼 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景 周深身穿有寓意的象征 风调雨顺的古语服饰 亮相纽约联合国总部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 在言在了 和和共生 周深发表演讲 讲了自己的家庭和成长经历 讲了从小到大音乐 是他最珍贵的陪伴 他从音乐中感受的 善意所带来的力量 支持他继续前进 从不自信的少年 走向了更加从容 更加坚定的自己 从一首首歌 一个个舞台 慢慢地收获了朋友们 他感谢这个时代 感谢他的老师们 歌迷们对他的厚爱 让他成了这个时代的幸运儿 周深在演讲中 也希望有更多的 像他一样的普通平凡 但是幸运的人 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周深联合国中文日共 演唱了三首歌曲《和平送》 大雨 等住我 三首不同的歌曲 向世界展示我们语言的魅力 用音乐传递爱和美好 让世界看到了 中华文化的智慧和未来 使中文热在全球升温 不仅温润心灵 更传递友谊 希望生生不息 爱是永恒旋律 人类携手同心 共创和平天地 联合国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应联合国中国书会的邀请 中国青年艺术家 著名歌手泰卡布勒 周深 专程飞跃太平洋 在联合国总部线上 一曲交响乐和平送 引起巨大反响 他希望通过和平送的演唱 来传达一种对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的期盼 周深带去一首作曲家 罗维老师为中文日新创作的歌曲 和平送 在这一部交响音乐的旋律当中 我们能够听到温暖坚定的歌声 能够感受到音乐人用语言 用文字 用音乐呼唤美好 憧憬未来 周深的演唱 收到了热烈的掌声和支持 周深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周深发微博说 很荣幸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 参加第15届联合国中文日的庆祝活动 很享受可以用音乐向世界展示我们的语言魅力 周深在联合国中文日接受了联合国新闻 美国中文电视台 凤凰卫视及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的专访 也被驻联合国央视记者进行了短暂的采访 周深是一个不仅在音乐方面有天赋和实力 他的采访也是堪称完美 有国际视野的思维 回答问题的视角也是有大智慧的 有格局 实大体 表达能力超一流博士水平 绝对是拿得出手的 博人为之骄傲的周深 清晰地知道自己怎么回答访谈中的问题 不骄不躁 稳定输出 真诚有理 大方得体 和几年前相比 沉温且自信了太多太多 成长太快了 网上评论说 听了这样的访谈会感觉 周深除了唱功了得 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极好 思想境界也极高 这样完美的格者一定要爱护他 支持他 因为周深值得 我们共和国小百灵就是这么机灵幽默又是大体 大山里的百灵鸟终于成驻时代的东风飞出国门走向世界 畅响有助中国文化抵御内涵的和平送 周深的路越走越宽 周深的歌越唱越好听 周深的喜爱者越来越多 这个时代有周深真好 各位小伙伴 让你们久等了 这次周深来联合国 我们不仅做了全程记录 请大家跟着卡布雷来一次联合国深度游 哦 还有 那你可以看到 公共区的话 它的顶部实际上 没有一个 上不封顶的 哇塞 这个寓意感觉很中国 我们要追求更好的发展 四五年 四五年 十月二十四号 这是联合国正式建立的日子 这一天呢 我们现在已经扩大到了 一百整十三个 对 最后我们这两面 就是有一百九十三个 对对对 基本上是 свидanаз 哦 嗯 描述了 来自不同种族 不同肤色 不同性 不同背景的人们 在一起 好 谢谢 谢谢 整历70种年 叫做和平尊 其实在197 所以你可以想象 就是193个 护员国的代表 在看完会之后 来到这的时候 都会看到这么多 那我们就再来 近距离地观赏一下 这个世纪保定 哇 那今天的三 连国大会堂 和安理会会议厅 当天都是会议不断 所以我们的参观 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拜拜 谢谢 谢谢 没手了没手了 谢谢 辛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